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介绍两张SROC针对Intel第11代处理器推出的主机版 并且搭配两颗处理器 一颗是i9-11900K 第二颗是i7-11700KF 两颗都是K版的CPU 马上看到第一张主机版 SROC这一代的旗舰产品 SROC Z590太极 售价13,990 尺寸为ATX的规格 搭配旗舰的处理器i9-11900K Intel第11代有的新功能Z590太极都有配备上去 例如第一条PCIe-116就是PCIe Gen4-116的规格 而第二条116也是Gen4规格 那两条同时使用的时候就各自为PCIe Gen4-180 不过如果你的处理器是第10代的 那就只有PCIe Gen3哦 延续太极系列的旗舰定位 三条PCIe-116都有额外的金属框加强保护 此外第一条M.2也是PCIe Gen4 这次搭配的是Tingroup Cardit Zero Z440 薄型的散热片才能让SSD安装在主机板的金属散热片下 Z440同样也是PCIe Gen4-100F的规格 可以达到5000MB的读取速度 主机板上的四条记忆体插槽 最高支援到128G 时迈可以达到5000MHz以上 记忆体使用Corsure Vengeance RGB Pro SL 3600MHz 16GB两条共32GB 到BIOS中央XMP Profile打开 主机板下方有Power和Reset 还有Clean CMOS的按钮 后IO部分则有BIOS的按钮 搭配下方黄色外框的USB 往下有一个HDMI 也有小升级 以前第一代主力器内显示USD630 HDMI最高只有4K30FPS 也就是半残的4K 不然就在降成1080P才有60FPS 现在第一代主力器 比较高阶的型号内显示USD750 支援4K60FPS 也就是HDMI2.0的规格 网路方面除了GIGA LAN 还有Keyler的2.5GLAN 无线网路支援到最新的Wi-Fi 6E 两个Thunderbolt 4可以向下支援Thunderbolt 3 同时也支援USB4 晶片部分也可以看到它使用了JHL8540这颗 不过不太明白为什么后IO挡板上面 并没有显出Thunderbolt的图案或字样 接着还有两个USB-A 规格为USB3.2 Gen2 10G 四个USB-A规格为USB3.2 Gen1 5G 其中还有两个特别标示键盘和滑鼠的USB SROC叫它Lightning Gaming Port 虽然我平常没有在玩要求即时快速反应的游戏 所以比较无感 但对大多数游戏玩家来说 Z590太极有两个USB 特别针对高速键盘和滑鼠优化 从官网上的去数来看 就是将原本键盘的USB通道独立出来 直接由PCIe转USB来执行 避免跟滑鼠用同样的通道而强到频宽 另外前置IO也跟着Z590晶片组 提升到了USB3.2 Gen2 by 2 20G 这在其他家即便是Z590也不一定会有的规格 但Z590太极和B560 Steel Legend都配备了这个20G的USB 主机板给CPU的供电达到惊人的14项供电 电源输入的部分有两个8Pin的12V电源输入 左边里面还有一颗风扇帮助散热 盒装中还有随附一颗3公分的风扇 可以装在右边帮MOS散热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官网文轩居然说这个3公分风扇是凤震 哇 用的这么有质感的词 听起来就觉得非常高级 CPU搭配i9-11900K 在Cinebench R20当中总分达到5944分 这个时候功耗大概是200W左右 单核分数是618分 在Cinebench R23当中总分达到15378分 单核成绩为1605分 在CPU-Z当中总分达到6663分 单核成绩为709.6分 在PCMark X X Express当中总分是5602分 在不额外调高定压的情况下 手动提高倍频到5.1GHz 分数又往上提升了一些 在Cinebench R20当中总分达到6330分 这个时候功耗大约是250W 在Cinebench R23当中总分达到16157分 在CPU-Z当中总分达到7080.7分 而在PCMark X Express当中总分达到5812分 整体跑分看下来跟之前的对比 大概有了5-6%左右的提升 除此之外在设计上还有一些看点 就是这次的太极的齿轮会转动 超酷的 拆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颗马达 然后这边里面也有LED灯 所以整个Io部分的盖子打开 上面有三条线 一条LED 一条齿轮马达 一条小风扇 SATA3的规格也给到8个 其中第二条M.2跟SATA01共用频宽 第三条M.2跟SATA45共用频宽 在配件中还可以找到显卡托盘 这个就是帮助比较长的显卡可以分担重量 就不需要科技竹块挡在前面了 这个托盘可以安装在主机板上面 透过随附比较长的螺丝就可以锁在 机壳的螺丝柱上面 但是我们目前用的这个螺侧架 是没有螺丝孔的 所以在这边就稍微摆一下给大家看 实际上是可以锁平的 那背面也有加强的背板 不只更加坚固 板子也不容易弯曲 整张板子看起来也更加美观 拿起来也更加舒适 背面也有导热贴片 可以帮助背面的零件散热 而i7 10700KF 我则是搭配了SROC B560 Steel Legend 虽然这张主机板的价格还未知 但以SROC给Steel Legend的定位 我猜价格应该在4000块以内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会非常有吸引力 而B560这次最大的亮点 就是记忆体可以超频吧 4条记忆体插槽 最大支援128GB 标示时迈可以达到4800MHz 同样搭配海盗船的记忆体 在BIOS中可以看到XMP profile的选项 第一条PCIe-116 规格为PCIe Gen4 第二条PCIe-116 则为PCIe Gen3的规格 第一条M.2为PCIe Gen4-4 而且有散热片 另外两片就没有散热片了 第二条M.2支援PCIe Gen3-2 也支援SATA的界面 还用SATA的时候 跟SATA网络 需要择一频块来使用 第三条M.2为PCIe Gen3-4的规格 接着看到前置IO 也同样具有USB3.2 Gen2-2 20G 后置IO则是没有一体式的挡板 不过以这个价位嘛 我也觉得无可厚非了啦 上方有两个USB2.0和一个PS2 往下有一个HDMI和一个DP 接着是USB-C 这个是USB3.2 Gen2-10G的 往下还有四个USB-A 规格是USB3.2 Gen1-5G RJ45网络为2.5G的 内建没有蓝牙和WiFi网卡 不过有预留一个M.2e Key 可以自行扩充 主机版上也有Debug灯方便了解状况 这张主机版我搭配的CPU是i7-11700KF 表现已不俗 在Cinebench R20当中 多核成绩来到5678分 这个时候功耗大约在200W上下 而单核成绩则是603分 在Cinebench R23当中 多核成绩为13375分 单核成绩为1567分 在CPU-Z当中 多核成绩为6254.6分 单核成绩则为673.3分 而散热片似乎也有轻量化一些 但是散热片的做工有比较好 表面的手感也比较细 而B560支援记忆体超频 搭配i7处理器 向我们发挥的也蛮不错的 是预算不多 又想上高阶处理器的好选择 有关主机版的供电方案 和各个晶片的细节 按于时间 我们就没有在影片中逐一阐述出来 之后会尽快写成文章 放到Enterbox的官网和部落格 有其他想法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也可以到我们的频道 看看其他的影片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